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阿進 今天呢我們要來玩觀眾叫我玩的系列 之前你們有叫我玩FreeFile原神 那我們來看看這禮拜要玩些什麼 有觀眾叫我要玩一個賽車遊戲 是手遊然後最近很紅的 然後也有觀眾呢叫我玩一個 長得比較可愛但是也是吃雞遊戲 這樣子你們猜出來是哪兩款遊戲嗎 只有這樣子的敘述來 在下面留言我看誰第一個答出來的 因為第一個答出來的就沒辦法抄人家答案 今天就會玩這兩款遊戲 來我們第一款先看賽車遊戲 最近很紅的一堆觀眾叫我玩 所以類別我們這邊就選擇賽車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到第一名 顛峰極速 說到這款遊戲呢 我還是稍微跟他有一點淵源啦 那當初這款遊戲呢 原本也是有來找我業配的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太忙了 所以我把他推掉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私底下有一些事情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沒有業配 我們直接免費幫他播送 反正觀眾也愛看嘛 然後我們稍微看一下他的介紹 不尬玩具車真車才夠格 這是我以前一直玩一些那個賽車遊戲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有真車的遊戲 然後有GTR 有這個看起來像山道嗎 然後Bugatti 這邊有Bugatti的Logo 所以他那個車子感覺蠻多的是不是 這邊麥拉倫 好了他介紹圖片就到這邊 我們先按下載 4.6顆星 超過10萬次的下載次數 因為代表還蠻新的 我們安裝一下 看檔案大小有多大 這個檔案大小有2.3GB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玩這種模擬賽車 甚至我近期呢 也可能會開了一個第四個頻道 你們如果有看我那個阿金生活 你們就應該知道我會開第四個頻道 然後以前最喜歡玩的是那個GT7 因為他就是走一個擬真賽車系列 其實安裝還算快 來到了我們創腳的畫面 因為這遊戲我都還沒有玩過 男生是可以選是不是 還是可以選女的 我們當然是要看女角阿 這個女的不錯喔 這個女的也可以 選這個好了 短髮的 ID就老樣子了吧 我們直接給他OK OKOK 他預設的還算OK啦 我們幫他選一些衣服 大概選一下就好了 預覽一下 還行還行 完成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取ID的環節 喔 Ki Ki 阿金 喔 送出 該名字已經有了使用 我不是有說過不要用我的ID嗎 沒關係我們ID很多 超級阿金 通常這個就不會被人家用了 因為大家都只會去取Ki 阿金而已 副頻道的 超級阿金 10萬訂閱的比較少人知道 來 已經有人使用 真的 最後大絕 生活頻道 你們想不到說我會用生活頻道來取對不對 阿金生活 怎麼每次我玩這個單元 每次都上演這個問題 阿金生活 好 不要再搶了好不好 蛤 阿金生活也要搶 好了 真的大絕 阿金本人 這個就不會有人跟我搶了 蛤 阿金本人也被搶 不是 說好的信任呢 不是不要娶我娶過的嘛 現在連 超級阿金 阿金生活跟阿金本人都有人要搶 太扯了吧 我知道了 有一些 這個YouTuber呢 他們去玩遊戲前面會加個YT兩個字 YT阿金 這個一定不可能的吧 之前遊戲沒用到這個啦 但是我覺得之後可能這個ID就會常常被搶了 只要有我用過的ID呢 之後其他遊戲就會跟著氾濫 YT阿金 才是我本人 我的這個遊戲的第一個帳號 我自己私下沒有偷玩過 嗯 不熟悉競數的玩家 手動 有玩過 我有玩過寫實競數 然後我們直接跳過動畫 欸欸欸欸 可以用手把嗎 我用手把看看 手把好像不行欸 好我剛才稍微設定了一下 這樣我們手把可以用了 喔喔喔可以可以可以 有抓到一點這個感覺 所以這遊戲應該不用按煞車吧 只要放油跟甩尾 有煞車嗎 剛才看教學模式好像沒有 喔我們YT阿金的第一份購車合約 是一個馬自達的MX5敞篷 圓了我一個敞篷夢 購買 唉唷 現在是叫我要抽車子的意思嗎 可以免費是不是 是否用150鑽 欸我可以不要嗎 我可以留鑽石嗎 取消 不行 他強迫我要把150鑽弄掉 來看他免費送的車子是什麼 應該可以比MX5好吧 看一下看一下 這是什麼 370Z 喔 可以欸 370Z應該比MX5強吧 就以真實世界的性能來說啦 370Z應該是比較強啦 但是這款遊戲不知道 我看一下 mini的JCW是傳說車欸 然後EVOLUTION 3也是 S2000也是 法拉利的SF90 藍寶堅寧 還有86欸 為什麼86按下去會有動畫 他是不是有點不公平 為什麼86的名氣比較好 還有一個動畫欸 其他車都沒有 我們解析度把它調成高畫質 然後高FPS 全部都調最高 看看模擬器跑不跑得動啊 然後我最習慣的應該是 引擎蓋視角 然後駕駛輔助正常都要關閉啊 因為好說我們也是這個 把他當成擬真賽車在玩啊 我玩所有賽車遊戲幾乎就是 輔助直接先關 通常是這樣子啦 有畫質調成高之後好很多欸 剛才看起來蠻有顆粒感的 然後他叫我繼續玩這個 故事模式的一之二 欸性能推薦要350加 但是我這台才295而已欸 這邊可以性能改裝 兩場排位賽後才解鎖改裝 看來我們只能原場車硬拚了 來開始 喔來了來了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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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尾 唉唷 我發現他這個遊戲的3D建模 有點跟不上欸 是不是因為模擬器的關係啊 我目前還控制得住 用手把玩還行欸 來來來來來來 欸沒問題 喔 又拿到一台車欸 偷子一直拿啊 奧斯特馬鈴的DB11 DB11好像在另外一款遊戲也是新手車啊 來購買 喔 我知道為什麼我剛才賽道有點不順了 因為他這邊賽道資源還沒有完全下載完啊 那我們就先給他下載一下 你們要注意一下我們手機容量喔 他全部下載完要6.5G啊 好了 全部下載完了 欸可以有東西可以訂欸 210鑽 那我們就來看全部下載完他那個 場地的建模有沒有比較正常一點啊 欸我都還不怎麼會玩現在就要配對喔 這麼兇喔 極限組 我現在只有這台車而已欸 DB11這一台 然後我們現在的段位是實騎車手5 所以配給我的也應該跟我同等級的 喔來了 我們的第一場 排位賽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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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看起來建模還是差不多啊 來了來了 這跟上一關是同一個場地吧 欸其實他的動態做的跟 我玩GTC那種遊戲有點像欸 但是甩尾算是比較 比較 比較沒有這麼擬針啊 哈哈 呵呵呵 甩尾還是偏爽gain啊 但是其他這個 如果你還沒有甩尾的時候 那個左右的特性是還有一點點像 我這講話非常公正的 這個甩尾絕對不是你真的甩尾 你真的甩尾沒有這麼簡單啊 很好我們很幸運的拿下了第一場的勝利 好啦 差不多該換遊戲了 如果你還想要我繼續玩這種 巔峰競速的話 喜歡一定要用力幫我按下去啊 這樣我才知道你也有想要叫我繼續玩 好啦 再來我們的第二款遊戲呢 是射擊類的 我看一下射擊類裡面 排行版會不會有他 我是沒有找到射擊類啦 但是他有動作類 其實他可以把射擊分成一類對不對 因為射擊遊戲其實真的蠻多的 有啦PUBG在這邊 但是我講的是可愛型的 所以不是PUBG 也不是決勝時刻 欸沒有你們講的那款遊戲啊 可愛型的吃雞遊戲 有什麼呢 來我說的就是這一款 下載超過一千萬次 欸怎麼那麼多喔 所以他應該是其他國家有推行啊 然後4.2顆星 我們看一下畫面 果然就是這種可可愛愛的 然後沙漠地圖 這槍戰遊戲沒錯吧 我也沒玩過 所以我也不確定 對啦應該是射擊遊戲吧 怎麼看起來有點不太像 這個是射擊遊戲嗎 這觀眾叫我玩的 我不知道啊 然後檔案大小 唉唷蠻小的喔 645MB 應該是說跟賽車遊戲比的話 通常都會比較小啊 因為賽車遊戲其實都蠻大的 喔 要創腳了 我們選個 我知道為什麼叫香腸萬歲 它冷長得像香腸啊 太好笑了吧 我們選個 這個好了 這個感覺還蠻好看的 女角 我們選這個好了 我覺得這個不錯 還是這個看起來比較正 選這個好了 我們總是要有點賞心悅目嘛 然後ID老樣子 K&M阿金 不可能有人 算了 應該會有人 我覺得有人會搶我這個ID 為什麼K&M阿金可以 好開始 讓我們快速熟悉遊戲 其實摩擬器這種畫質 做成可愛型的感覺還不錯欸 然後點擊釋放技能 來我們放放看 但是 怎麼有點瞄不太到 教學模式 它飛起來欸 它的飛機看起來變可愛啦 然後我們這邊 跳機 來了來了來了 我要按這顆給幹嘛 這個狀態下無法使用 我們去廢墟好了 走了走了 廢墟廢墟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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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有一個小直針機欸 我們要去哪裡撿東西 我沒有看到東西啊 我沒有 有聽到一些人的聲音 這個粉紅色 這個粉紅色是幹嘛的啊 變大大 這什麼啦 我發現廢墟裡面 沒什麼東西啊 喔有有有 裝備 裝備 yes 前面是不是有槍杖 這邊有一個人 欸嘿 收集收集 哪裡哪裡 前面 沒敢弄我啊 他自己會撿吧 他自己會撿一些我需要的東西吧 然後 這遊戲可以跑嗎 感覺走路有點慢 我們進去看 進去裡面收一下 來來來 把該撿的撿一撿 這地方 前面前面 yes 突然有人衝進來啊 不要這樣子啦 嚇到我啦 這一個門還沒有進去收 然後這個紅紅的卡片是什麼啊 感覺我現在還在圓的中心齁 我們去前面看一下好了 後面後面 哪裡哪裡 yes 誰敢弄我啊 好我們去前面那邊 看一下地圖 我們先躲在房子裡好了 復活點 這個復活點是幹嘛的啊 完全不知道要幹嘛欸 一個拉霸機放在這邊 前面 yes 就是這樣子啊 來來來來 撿東西撿東西 有沒有可以撿的 都沒有欸 喔 有一個急救幫 有個繃帶 這邊東西很肥欸 超多東西的 把這邊的東西 撿好撿慢 我覺得手遊有一個好處就是 撿東西你不用自己挑 他會自動幫你撿啊 像我第一次玩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東西比較好有沒有 他就自己撿一撿 這種最好了 那我發現這遊戲 縮圈的節奏 喔有一點點慢喔 不過物資也太多了吧 完全不怕你找不到槍欸 欸哪裡哪裡 還弄我喔 可惡 喔收槍 收槍走路就可以變壞啊 有補嗎 喔 哪裡 哇塞 等等等等 我先 我先爆炸一下傷口 好好好 好好好 欸收槍走路就可以變壞啊 少說嘛 現在剩餘三個 可是我找不到人啊 吃雞了 大吉大利 整個裝備滿滿滿的 YES 我殺了八個人 你的階級SS加 欸不得不說這款遊戲做得滿可愛的 然後是好玩的啦 但是其實就是吃雞遊戲啦 所以你要玩 FREE FIRE PUBG還是香腸派對 就看自己的喜好或你喜歡哪一款的畫面 其實這種遊戲都是大同小異啊 關羽套裝 蛤 這我就會變成關羽的樣子是不是 解鎖英雄 英雄 英雄是要幹嘛的啊 喔 他的技能對不對 他主要是要我試技能啊 然後我們就變成了關羽 上面這個 KIM阿金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想要我玩什麼遊戲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我就有機會 可以去我玩看啦 那我們就 掰掰